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这次主角又又又是柳如烟 但这个柳如烟 你能给几分呢 我和我兄弟是娱乐圈中的俩胡卡 网友都在骂我俩总是装傻充了 我和我兄弟感到非常委屈 如果聪明 我们又怎么会来娱乐圈呢 公司见我俩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 就把我俩打包送进综艺里 给流量小生伊藤城当陪衬 综艺上 小生说他是江城陈家的二少爷 兄弟震惊地说道 我爹竟然背着我有四生子 小生又说 他女朋友是金圈柳公主柳如烟 我惊呼 原来我女朋友还有另一个男友 伤心欲绝的兄弟找到我 我想离家出走 我忙说 我陪你 正好我也想逃婚 我俩连夜跑了 当晚 江城首富陈思思疯了 我那么大一个弟弟呢 金圈柳公主柳如烟也疯了 我那么大一个老公呢 周一一大早 一条视频上了热搜 金圈柳公主柳如烟 和当红小生伊藤城 肩并肩地进入了宝格力酒店 一时间所有狗仔都沸腾了 鉴于柳如烟为人低调神秘 联系不上 他们都跑去问伊藤城 伊先生 请问你和柳如烟是否好事将近 视频里 伊藤城微微一笑 人生是由每一个瞬间组成的 与其过度思考未来 不如执着于此刻的瞬间 是否足够灵魂交融 这番话 无疑默认了他和柳如烟的关系 当下 CP粉丝立刻沸腾了 各种伊藤城和柳如烟在拍卖会上 慈善晚宴上同框的照片 在二人的CP抄话里大肆传播 照片中 柳如烟巧遣息 美丽大方 伊藤城金贵清了 英俊夺目 粉丝们都磕疯了 腾城的女朋友居然是柳如烟 豪门大总VS当红男明星 这是什么小说走进现实 京郊的云山别墅 我抱着手机 有点难过 我难过的点有两个 一个是伊藤城的发言 听上去好有文化 我感觉我这辈子 都说不出这么有文化的话 另一个是 柳如烟是我女朋友 我和柳如烟五年前就订婚了 虽然只是商业联姻 但柳如烟很负责任 她当着两家人的面 对我说会一辈子对我好 宠我 爱我 赚的钱都给我花 我生气了 我说我是21世纪坚强男性 我不要你养 我要自己赚钱 柳如烟顿了顿 说她没有不支持我事业的意思 我说你光用嘴支持吗 她很上道 当晚就叫秘书 给我打了一大笔启动资金 结果过了三年 我干啥赔啥 我很郁闷 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东西 于是在家一边哭一边暴饮暴食 管家把这件事告诉柳如烟 柳如烟连夜推掉股东大会 赶过来看我 她看着一边哭 一边狂炫知识年糕火鸡面敌我 陷入沉思 不知道为什么 让人在感到心疼的同时 感到很有食欲 柳如烟让我继续吃 然后放了个手机在我跟前 吃波被同步到网上 我火了 红丸接着就是黑 很多人骂我 他们说我吃这么多 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肯定是假吃 他们不懂 科学研究表明 用脑需要消耗能量 我动一下脑子比别人更费力 所以我需要消耗更多能量 我吃的都被消耗掉了 当然不怕 吃波帮我挣了一些钱后 有星探挖掘了我 邀请我进娱乐圈 我很激动 我听说娱乐圈里 大家每天都能赚208万 这样我很快就能把钱还给柳如烟 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 我根本挣不到那么多 星探也发现他被骗了 他觉得我长得帅气 演假吃又演得很像 一定会是个好演员 结果我根本不会演戏 在发现我干啥啥 不行吃饭第一名后 公司决定把我送进一档综艺 给他们正在捧的伊藤诚当对照组 经纪人问我 知不知道什么叫对照组 我忙说 知道的 这个高中生物课讲过 经纪人很沉默 我问他我需要在综艺上做什么 他说 做你自己 此刻我才知道 原来伊藤诚不光是我要衬托的人 他还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手机里 CP粉们正在做各种 柳如烟和伊藤诚的二床 有拼图也有绘画 一张张十分般配的照片 接连出现在屏幕上 我看着这些图 心里有点难过 但我很快不难过了 我觉得确实有点好刻 图片里的柳如烟 被画上了小猫耳朵 又可爱又性感 他在我面前都没带过小猫耳朵 于是我私信画手 大大有圆图吗 想存 画手把我拉进了CP粉去 我跟着他们一起刻了起来 柳如烟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混成 他和伊藤诚CP超话的主持人了 听到他进家门 我赶紧合上手机 他说 你在干什么 我说 我赶紧合上二楼 把门一关 不理我了 我就知道他不喜欢我 你们看他话都不跟我说几句的 怀揣着一点不被挨的寂寞感 我拎着行李去了综艺现场 在大门口 我听到一个声音叫我 纪博初 我回头 看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周周 周周是我最好的朋友 放眼整个豪门世家 只有他跟我一样本 别人都不和我俩玩 我俩就互相玩 越玩越不聪明 恶性循环 此刻 周周拉着我的手 他说 你是来干嘛的 我说 给伊藤城当对照组 你呢 他很高兴 我也是 我哭了 我又哭了 我拉住周周说 你看 我就说过 总有一个岗位 能让我们两个一起发光发热 周周眼眶也红了 是的 每一个笨蛋都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我俩指手相看泪眼了一会儿 周周说 走 去发光发热 我说 走 去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俩手拉着手走进了综艺现场 我和周周都太激动了 以至于伊藤城上前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没看见 弹幕立刻骂我们 我靠 这就开始拉帮结派 搞小团体孤立我们腾城了 他俩粉丝加一起在城市 都没我们腾城多 怎么敢的 嗨 越是胡咔越爆团呗 惹不起惹不起 我对伊藤城说 对不起 我没听到 伊藤城柔和的笑了笑 没关系 我知道博出哥对我可能有一点偏见 但我相信 这档综艺一定会让我们变成朋友 我有点奇怪 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跟伊藤城打招呼他都当没看见 现在又说要跟我做朋友 弹幕里他的粉丝纷纷夸他 腾城格局真的大 是老私生粉了 啊 好恶心 私生粉也能进娱乐圈了 能不能赶紧滚出去啊 原来是在我上综艺的消息爆出后 伊藤城的粉丝去我的微博考 发现我半年前发过一张照片 天气真好 配图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和一棵绿油油的大树 结果被他们发现 这棵树是云山别墅门口的千年古树 众所周知 云山别墅是柳家的私有产业 于是所有人都认为 我是在柳家门口蹲点的私生粉 侵犯柳如烟的隐私 不要脸 周周很生气 他给了我一个眼神 意思是要帮我骂回去 他开始组织语言 等周周组织完语言 综艺已经进行到第三个环节了 周周说 既播出根本就不是私生粉 他是 没人听到他的话 因为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腾城的姐姐居然是陈思思 周周人傻了 这个环节是 给最亲近的人打电话 导演组已经提前收集好了 每个嘉宾写下的联系方式 由节目组统一播出 轮到伊藤城的时候 姐姐是江城首富 这是什么梦幻人生 腾城的生活可以让我体验一下吗 一天都行 别说一天了 半个小时都行了 那边 主持人在旁敲侧机地问伊藤城 腾城有姐姐啊 伊藤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是的呢 主持人又说 之前都没听腾城提起过姐姐 伊藤城正色道 我希望我是靠实力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不是靠别的八卦绯闻 再加上姐姐随爸爸性 我随妈妈性 所以外界也一直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低着头 害羞地补充道 不过姐姐是个地孔 可是陈思思啊 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美的姐姐 周周坐在伊藤城的对面 满脸不敢置信地盯着伊藤城看 弹幕开始骂周周 你们看这个周周 是什么表情 呵呵 刚刚他们两郎被围奸孤立腾城 现在害怕了呗 也可能是嫉妒 嗨 谁叫你没投个好台呢 楼上可别说了 这种霸凌趴 不配投胎给陈姐当弟弟啊 弹幕骂周周的时候 伊藤城的电话已经拨了出去 60秒了 依然没人接 伊藤城失落地低下头 看来姐姐在忙呢 主持人安慰伊藤城 没事 再播一次试试 电话再次拨了出去 这次 电话接通了 女人的声音在万众期待中响起 喂 伊藤城立刻娇滴滴地撒娇 姐姐 女生顿了顿 喂你好 我是陈总的助理林柯 有事您可以留言 伊藤城短暂地愣了一瞬 随即道 小林 姐姐是在开会吗 林柯说 是的 伊藤城说 好的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告诉她我想她了 电话挂掉了 没听到陈思思本人的声音 大家显然都有点意犹未尽 但弹幕也纷纷表示理解 没办法 陈总日理万机 太忙了 鹏城撒娇好可爱 嘿嘿 陈总等下开完会 知道弟弟在想她 肯定被吊成翘嘴 主持人又跟伊藤城聊了好一会儿 目光终于转向下一位嘉宾 也就是周周 周周的电话是打给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话音未落 大屏幕上出现了周周的联系人 陈思思 一片安静 随即 弹幕发出爆笑 笑死我了 胡卡想要蹭陈总的热度 我也想演一波呗 这年头娱乐圈为了红 真是什么都做得出 你看他现在脸色难看到几点了 当着人家弟弟的面 给姐姐打电话 还说人家姐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的天我都替他尴尬 伊藤城看向周周 满脸惊讶 原来周周哥也认识陈思思吗 我都不知道呢 周周哥和陈思思是什么关系啊 周周小声说 他是我姐姐 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人都笑了 伊藤城笑得花枝乱颤 他捂着嘴说 现在的男孩子呀 就是爱随便认姐姐 但沐上 他的粉丝也跟着嘲讽 看不出啊 这个周周还是个死绿茶 带入一下已经开始生气了 我老婆他们公司 有个小绿茶也这样 天天给我老婆发姐姐 长姐姐短 哎呦为恶心死我了 主持人有心要平息这场道具 周周也要给陈总打电话 不过既然我们都知道 陈总现在在开会 要不就算了吧 但沐诚心要看周周的笑话 全都起哄 打呀 血都血了 为什么不打 蹭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反噬 现在出丑也得忍着 周周也坚持到 我要打 陈思思有两个手机 周周打了另一个号 电话多了很久 没有人接 周周不死心 又打了一个 这次被直接挂断了 弹幕疯狂嘲笑 笑死 直接挂断 陈总根本不理他 连秘书都不肯应付一下他 陈总的秘书 也只接待大人物好不好 难道随便哪个胡卡找上门 他都要搭理 一腾诚走上前来 柔声安慰周周 周周哥 我知道在娱乐圈很辛苦 但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本心 凡事应该还是靠作品和演技说话 而不是这样四处判关系 周周转身就走 弹幕气到了 我靠 腾诚好心好意开导他 他还给腾诚甩脸色 真的好烦他 他能不能跟他那个兄弟一块滚啊 真是的 一个蹭沉走的热物 一个是柳如烟的梦男 俩人都逮着我们腾诚一个人嚎 在一片骂声中 我对一腾诚怒目而逝 你也没演技没作品 还不是在这里屁话连天 真是的 一腾诚迄今为止的代表作 全是各种踪影 论演技没比我和周周强多少 一腾诚的脸上划过一丝郁怒 但他很快大度地笑了笑 博出哥因为柳如烟的事情讨厌我 我能理解 但我还是觉得男孩子 不要把那么多心思放在女人身上 辞尽在这个时代并不可取 事业才是我们人生的主线 弹幕骂我的声音 已经密集到看不下去 这个季博出嘴真的好脏 感觉比周周还讨厌 他日思夜想的柳如烟 居然跟我们腾诚在一起了 他可不得飙脏话 就知道极度我们腾诚 等着跟你兄弟 一起被陈总和柳如烟收拾吧 我顾不上李弹幕 转头去追周周 弹幕嘲讽 哟 好兄弟又抱团了 我不管 就抱 我紧跟着周周进了休息室 周周坐下不到三秒 陈思思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周周摁掉不接 陈思思又打来 周周又摁掉 我劝他 你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周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于是陈思思第三次打来电话时 周周接了 陈思思 喂 周周不说话 陈思思顿了顿 传说中在江城之首遮天 杀伐决断的陈总 开始低声下气 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不接电话 我当时正在跟美国的分公司沟通业务 沟通完我马上就出来打给你了 周周深吸一口气 陈思思 你是不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瞒着我 对面沉默了 漫长的安静中 我和周周的心一起丢起来 两久 陈思思沉声说 你知道了 周周哆嗦了一下 我也跟着他哆嗦了一下 在此之前 周周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我们万万没想到 他爸爸竟然真的有一个私生子 周周强忍着哭意 故作平静地问 有多少人知道 陈思思不说话 周周问 妈妈知道吗 陈思思低声说 知道 周周笑得悲凉 所以你们全都知道 就瞒着我一个 陈思思说 周周不是故意瞒着你 是 周周把电话挂了 把陈思思加入黑名单 他哭着说 所有人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我连忙抱着他 我也不知道 他哭着回报我 幸好我还有你 我只有你了 连妈妈都瞒着我 他那么爱爸爸 他竟然也能接受 我俩抱头落泪 陈思思联系不上周周了 转而给我发微信 是不是柳如烟告诉你的 我心里一凉 颤抖着手指给他发 所以柳如烟也知情 陈思思沉默了一会儿 回我 嗯 你别怪他 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 我怕你知道后会泄露给周周 我勃然大怒 立刻把柳如烟也拉黑了 我恨他 他可以欺负我 毕竟我欠他钱 但是不能欺负我兄弟 把陈思思和柳如烟双双拉黑后 我和周周一起难过了一会儿 他说 我想离家出走 我觉得我可能从来没有 真正的认识过爸妈 还有陈思思 我不想面对他们了 我说 好 我陪你一起 刚好我也想逃婚 柳如烟本来下个月 就要跟我举办婚礼了 但显然 他真正爱的人是伊藤成 他对伊藤成的私生子身份 一直致起 并且和陈思思狼狈为奸 欺骗我和周周 网上说的对 女人果真没有一个好东西 心思已定 我们开始做逃跑的准备 周周说 既然要走了 我给陈思思录个诀别视频 他拿起手机 完全变了一副嘴脸 他笑眯眯地看向周周 我就知道 公司安排你们给我当对照组 但你们肯定不会乖乖听话 你也是疯了 居然想出蹭陈思思的热度这么一周 不错 身为一个新人 就明白黑红也是红的道理 看来平时都是装傻 可惜了 蹭热度失败还闹成 现在这么个全往黑的局面 打脸打得开心吗 周周气得咬牙切齿 又开始组织语言 等他组织出来 黄花菜都凉了 于是我上前一步 护住周周 对伊藤诚怒目而视 再怎么样 周周也是陈叔叔和陈阿姨的亲儿子 你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嘲讽他 伊藤诚愣了一下 但几秒钟后 他笑了出来 你想吓唬我也得有个尺度吧 他指着周周 这是陈氏集团大少爷 真要有这种背景 能胡成这样 我和周周不约而同沉默了一秒 正常人一般是不能的 但伊藤诚显然是低估了 我们两个的废物程度 伊藤诚走上前来 用尖尖的指甲戳戳戳周周 又戳戳我 公司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就好好完成 别老想那些有的没的 在做妖的话 封杀你们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明白吗 周周脸色铁青的说 伊先生 这是我的休息室 请你尽快出去 我们两个赶时间逃跑 伊藤诚笑了笑 哟 让我出去 行啊 他突然往后一跌 摔出了门外 周周哥 博初哥 我真的是想和你们把矛盾都化解开 我收回伊藤诚没有演技这句话 此时此刻 他演技好的惊人 一颗眼泪从他的眸中落下 伊藤诚隐忍着哭腔 就算你们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也没必要动手吧 不远处 扛着摄影机补拍花絮的导演组 已经闻风而动 跟了上来 干部骂疯了 我的天啊 恶毒兄弟俩居然还推藤诚 建议好好查查两个人的背景 读书的时候绝对是那种 在男厕所搞校园霸凌的小混混 我们藤诚真的太善良了 本来是有资格霸凌别人的小少爷 结果现在反而弄得被别人霸凌 陈总和柳如烟在哪呀 快来给腾诚撑腰啊 导演也赶来了 他关切地问伊藤诚 腾诚 你受伤了吗 伊藤诚捂着 自己被划坡一点油皮的手臂 柔声道 我没事 不能影响工作 导演 请你不要怪周周哥和博出哥 他们两个只是一时情绪冲动 我相信他们没有恶意 导演看了我和周周一眼 又恨铁不承担地安抚伊藤诚 腾诚 你都受伤了 还帮他们说话 这样 你先去医务组处理一下伤口 不然下个环节 你的家人们到了 该多心疼你啊 伊藤诚点点头 乖巧地跟着工作人员走了 导演冷漠地看了我和周周一眼 我叫你们的经纪人来了 让他好好教教你们 你们再继续录吧 所有人都走了 休息室里又只剩下我跟周周两个人 我俩回头去看周周的手机 我都录下来了 周周 真是傻人有傻夫 周周的手机完整地 把伊藤诚的一整套假摔动作 全录下来了 周周坐到镜头前 他看着手机说 姐 周周的眼眶红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我还记得小时候 你因为腿不好 总是被人嘲笑 我怕你孤单 就装成很笨的样子 陪着你一起被嘲笑 周周终于没忍住 哭出了一个鼻涕泡 结果弄假成真 越来越笨 现在你变得很成功 所有人都说你是很厉害的总裁 可我还是个一事无成的笨蛋 是我给你丢人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聪明的弟弟 我不怪你 以后就让伊藤诚给你当弟弟了 再见 周周录完了 看向我 你也说两句 我愣了 我跟陈思思没什么好说的呀 是让你跟柳如烟说 哦 我看着镜头 当想起柳如烟就在镜头里 看着我的时候 我的眼睛也红了 过去的五年 柳如烟真的对我很不错 是我没用 我把他给我的钱都赔掉了 还给他惹了好多麻烦 我也哭出了一个鼻涕泡 柳如烟 过去的五年谢谢你照顾我 我知道你一直因为我们家的原因 答应嫁给我 但现在你已经很厉害了 不需要再联姻了 我自愿放弃我们的婚约 以你前卫婚夫的身份 祝福你和珍爱长长久久 谢谢你给我钱支持我搞事业 虽然好像我在娱乐圈混得也不好 但以后我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 视频录完了 我跟周周抱头痛哭 哭完后 周周把视频用邮件 发给了陈思思和柳如烟 走吧 他说 综艺片场是封闭录制的 如果我和周周这么跑出去 一定会立刻被经纪人发现 当场抓回来 这难不倒周周 十分钟后 他倒来两套清洁工的衣服 来 换上 我俩穿好套装 戴上浅蓝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大口罩 很好 周周和纪博初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是两个清洁工大叔 我俩拿着扫帚做掩护 一边扫一边朝片场的出口活动 导演组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正在那边给伊藤城拍摄特别环境 只听伊藤城的声音充满遗憾 我也很想邀请 姐姐和女朋友来这档综艺 但是他们都太忙了 柳如烟要出席他们集团 在巴黎的新产品发布会 时间上来不及赶回来 姐姐今天也有一天的会议 她跟我说她超级想来的 但是公司里的股东们不同意 话音未落 一个导播突然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陈总来节目现场了 全场震惊 我清晰地看到 正在我前方不远处 装模作样扫地的周周 也一下子挺直了几位 导播并没有误保 此时此刻 所有人朝片场的大门口望去 他们都看到了一辆不加笛停在门口 那是陈思思专属的作家 此时此刻 一个身影从车上下来 那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高定西装 高挑苗条 所有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看到伊藤城像一阵风一样 小跑上前 姐姐 她挽住女人的手臂 亲密道 没想到 你会为了来我推掉股东大会 那帮老头子不会为难你吧 女人却没有看伊藤城 她的目光在全场扫过 随后准确地定位到我的前方 周周一个机灵 赶紧低着头装做扫地 女人却突然大步上前 拦在了周周面前 她没有说话 二人沉默地对峙 摄影师原本是想拍陈思思 见她突然朝一个清洁工走去 只好也全都跟上 原本 我跟周周这副打扮 在片场的确毫不引人注目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高清镜头的特写下 仍然能够不被认出来 此时此刻 虽然周周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但是弹幕里很快有人认出来 等会儿 这个清洁工好像是刚刚那个 叫周周的男嘉宾吧 他穿这身打扮干什么 哈哈哈哈 他刚刚欺负我们腾城 现在陈总就来了 他怕得要死 所以想跑呗 陈总真是明察秋毫 根本没让他跑成 此时 周周所在的地方 已经成了片场的中心 一腾城走过来 拉着女人的袖子晃了晃 姐姐 没关系的 我受伤不严重 你不要为了我生气 一腾城长得帅气 他甜甜微笑撒娇的时候 的确大多数女人都会吃这一套 但女人脸上的神情丝毫不动 只是站在周周的面前 挡着她的去路 而周周唯一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 此刻一会儿看看女人 一会儿看看一腾城 满眼写着震惊两个字 弹幕刷屏 笑死 你们看 周表的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要被疯狂打脸了 肯定害怕呀 刚刚还在节目上 说陈思思是自己姐姐 天啊 我要是她 我真的当场射死自杀 此时此刻 只有我懂周周的这份震惊 因为这个女人 根本不是陈思思 而是林柯 林柯名为陈思思的助理 实际上是陈思思的心腹 负责多种工作 陈思思从不在公众平台上 留下任何照片 而林柯日常也穿着高定戏装 看上去气场失足 因此在各种场合 被误认为陈思思 也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 一腾城不是陈叔叔的私生子吗 他总不该也把林柯 当成陈思思吧 此刻 面对林柯的威压 周周下意识地想溜 林柯却用自己的身体 轻而易举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抱歉 您现在不能走 弹幕的走向开始变得奇怪 一部分是一腾城的铁粉 正在替一腾城叫嚣 陈总做得好 不能让这个恶毒男就这么逃了 陈总好客气 被欺负自己弟弟的人都还用尽称 陈总快疯杀这个 欺负你地宝的霸凌咖 另一边 则有吃瓜群众回过未来 等等 你们听这个女人的声音 像不像一开始 接一腾城电话的那个人 对对对 我也觉得 就是那个陈总的助理 好像叫林柯 一腾城本来没发觉到异常 但当女人开口说话时 她的脸色猛的变得煞白 她也听出来了 这个声音和那个接电话的女人 是同一个 然而弹幕上的脑残粉 就像生怕他们的正主出丑不够多一样 全体在那里跟路人吵架 你们耳朵有问题吧 明显不是一个声音 这个肯定是陈思思 如果不是陈思思 腾城怎么会叫她姐姐 下一瞬 第二辆车停在了片场的门口 随后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 是一辆轮椅 轮椅上的女人被推入片场内 她的面容苍白而又美丽 让人想起欧洲电影中的吸血 林柯快步走到轮椅的旁边 低头道 陈总这下 全场都安静了 弹幕也安静了 刚刚那些信誓旦旦 说林柯绝对是陈总的人 全都在瞬间哑了火 林柯将轮椅推了进来 一腾城在原地正了正 但她随即走上去 冲沉思思软声道 姐姐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 才派小林姐姐来呢 弹幕的粉丝们集体松了一口气 腾城有礼貌 所以管陈总的助理也叫姐姐 这种私人助理 肯定跟了陈总很多年了 腾城叫一句姐姐也正常 陈思思看了一眼一腾城 然后从手机里点开一条视频 比对了一下 她点开的是 周周给她发的诀别视频 在确定了一腾城 就是视频中的人后 陈思思先了先眼皮 示意林柯 看住她 林柯会议 立刻镜中 直手地守到了一腾城的旁边 眼看着陈思思的轮椅走向一边 一腾城想跟上去 被林柯一声呵斥 站住 老实点 同样是拦人 刚刚林柯拦周周 就跟侍卫拦王子一样 现在他拦一腾城 就好像预警看守犯人 一腾城被林柯的气势吓住 站在原地 眼泪汪汪的不敢动 陈思思自己推着轮椅 来到周周面前 周周侧过头 不看陈思思 陈思思顿了顿 他说 是我不好 周周眼睛红了 弹幕的一腾城粉丝集体生气 陈总 这是欺负你弟弟的人啊 你给他道什么歉 已经有很多路人明白过来了 粉丝们的脑子能不能转个弯了 还觉得你家主子是陈家大少爷呢 无糊 刚刚是谁说的 现在的男孩子老爱任姐姐的 好像是一先生哦 搞半天他自己才是爱任姐姐的 一腾城受不了了 他顾不得林柯拦着他 冲陈思思高声道 姐姐 陈思思头都没回 眼神森了 把嘴闭上 语气完全跟和周周说话两模两样 就好像温柔林家姐姐 一下子变成了恶鬼 一腾城下傻了 陈思思不耐烦道 陈老爷子年纪大了 他认你 不代表我认你 明白吗 陈思思凶完一腾城 转头继续跟清洁工装扮的周周 低声下气说道 我真的没见过他 他是爷爷老战友的孙子 你也明白 爷爷年纪大了 随便哪个孩子嘴甜点 他都认人家当干孙子干孙女 但是我只有你一个弟弟 周周回过头来 他盯着陈思思 问道 那你到底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陈思思低头咳了一声 那什么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被我不小心打碎了 周周刚刚的委屈已经不见了 话为万丈怒火 什么 陈思思我杀了你 我在后面默默无脸 周周之前 也给陈思思送过很多生日礼物 但那都用的是陈思思的钱 去年陈思思生日 周周第一次在网剧里演恶毒男配 赚了片酬 他什么都没给自己买 却给陈思思买了个玉佩当礼物 还被人骗了 本来几千块的玉 他最后花了十万买的 但据说很灵 可以保佑人一辈子平安健康 对于收藏了 无数顶级玻璃种翡翠的陈思思来说 那块玉佩的质地 简直可以用上不得台面来形容 但陈思思很骄傲 每天都把玉佩带在身上 林克连忙说 碎碎平安 陈总已经托人把玉佩修复好了 他拿出那块玉佩 果然 陈思思让人用金香玉的工艺 把玉佩重新镶嵌了起来 我大大明白这件事 为什么柳如烟也知情了 那个负责镶嵌的老匠人 是柳如烟爸爸的朋友 就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我有好几套首饰 都是柳如烟从那里定做的 眼见周周的脸色终于好看了点 陈思思终于开始回头收拾伊藤城 毕先生 我本来冲着你爷爷跟陈老爷子是战友 想要给你一点面子 但是周周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你不该欺负到他头上 我已经通知了你的所有合作坊 今后谁再给你工作机会 谁就是跟陈氏集团为敌 伊藤城的手紧紧抓着一脚 他留下一行楚楚可怜的泪 满脸都是不屈不挠 凭什么 就因为周周是你的亲弟 你就可以为了他封杀我吗 商界又不是只有陈氏一家 何况这里是北京 不是你们江城 我不信你可以在这里置手遮天 就好像回应伊藤城的话一样 下一秒 导播又冲了进来 柳如烟的私人飞机 在附近的机场降落了 柳如烟今天确实在巴黎出席发布会 这是公司出了通告的 但是显然 他现在直接赶回来了 逼藤城的粉丝们拍手叫好 柳如烟回来了呜呜 他肯定是知道藤城受欺负了 加油啊柳如烟 身为金圈柳公主 可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 输给陈思思 陈思思不过就是个瘸子 根本比不过柳如烟 在万众期待中 柳如烟的麦巴赫在片场门口停下 柳如烟几乎没等车停稳就冲了下来 他大不留心地走进来 直接一脚踹在陈思思的轮椅上 我甚至怀疑 如果不是林柯拦着 他甚至有可能 会去踹陈思思的那条好腿 弹幕里伊藤城的粉丝 整齐地为柳如烟叫好 柳如烟气急了 陈思思在金圈算老几 他凭什么敢封杀柳如烟的男朋友 柳如烟快帮我们腾城撑腰 不然腾城都要被这种二代欺负死了 柳如烟盯盯着陈思思 而一向气场强大的陈思思 心虚地移开了目光 不敢看柳如烟 陈思思果然怕柳如烟了 陈家不过是个商人家族 柳家是有政界背景的 钱也要在全面前低头 伊藤城上前 来到柳如烟的身后 看上去 就好像他在被柳如烟保护一样 伊藤城 如烟姐 柳如烟 滚开 伊藤城刚刚酝酿好的楚楚可怜表情 就这么僵在了脸上 柳如烟的瞳孔如同冰封 你在宝格丽酒店跟我假装偶遇 然后又安排狗仔偷拍的事 我当然看得出来 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你 柳如烟指着陈思思说 全因为这个傻十三的我说 这种绯闻也许可以让纪博出吃醋 以后多再火一点 被骂傻十三的陈思思 面对圣怒的柳如烟 愣是一个字都没敢说 还是林柯在旁边叹气 柳如烟你也真是的 你一个只谈过一段恋爱的人 居然听陈总这个 根本没谈过恋爱的人的见语 原来菜几乎拙的人不止我和周周 还有柳如烟和陈思思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弹幕已经全都傻了 两久才有人弱弱地问 所以伊藤诚和柳如烟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楼上的脑子转这么慢的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明显不是啊 不可能不是 不是的话怎么会一起进酒店 笑死我了 脑残粉还执迷不误呢 宝格丽酒店多少个房间啊 他俩是一起进的酒店大门 不是一起进的同个房间 就是的 网友们误会 也是因为伊藤诚尚赶着承认好吧 家人们 是我听错了吗 我刚刚好像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 纪伯初 你没听错 我也听到了 柳如烟说他想让纪伯初吃醋 所以纪伯初不是柳如烟的私生分 他就是柳如烟男朋友 救命 为什么会有一腾诚这种人 他一会儿抢人家姐姐 一会儿抢人家女朋友 那鱼到底是颠成了我看不懂的样子 柳如烟已经顾不上弹幕了 他眼眶通红 整个人摇摇欲坠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柳如烟这么失态 他说 纪伯初走了 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是我没有好好对他 弹幕的路人们纷纷联系 我的天 感觉柳如烟要碎了 纪伯初 如果你再看 你能可怜可怜他吗 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帮你骂 只要你回到他身边就行 躲在鸡脚嘎拉里的我陷入沉思 我当然也很感动 但是我实在有点想不出 怎么顶着这套清洁工装扮 去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柳如烟世纪大和解 关键时刻 林柯又发话了 他指着穿清洁工服装的周周 委婉地提醒柳如烟 柳如烟 您看一下我们家大少爷的今日穿搭 或许 会对您寻找季先生提供一点灵感 柳如烟立刻抬起头 他的目光跟红外线一样 在场内勋循了一圈 几秒后 我被他拎了出来 穿着清洁工服装的我 和穿着清洁工服装的周周 就这样在镜头下团聚了 我俩脚趾抓地 网友们则一头雾水 有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 他俩在干啥 这是导演组安排的什么彩蛋环节吗 我感觉不是 你看导演现在也满脸写着镇惊 柳如烟低头看着我 他说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 他声音好柔软 让我忍不住抽抽打打起来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没有让你感受到我的喜欢 我其实很喜欢你 我只是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柳如烟笑了 眼眶红红的 他揉揉我的头 傻瓜 不是优秀才会被爱的你知道吗 我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就是开了一天会回来 你蹲在门口的大树那里招呼我 跟我说看小蚂蚁在搬家 我见过很多光鲜的 优秀的人 我觉得那并不稀缺 真正稀缺的是善良的 温暖的 傻乎乎的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全场静得落针可闻 有好多人的眼睛 都像兔子一样红红的 柳如烟掏出一颗很大很大的钻截 纪伯出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带着哭腔说 可我很笨 会给你添很多麻烦 柳如烟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 他说 小乖 我巴不得你给我添一辈子麻烦 很久之后 我跟周周又讨论过 为什么会有伊藤成这样的人 连笨成我们两个这样的人 都不会去冒领人家的姐姐和女朋友 周周想了想 可能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笨蛋太多了 他冒领了我们就相信 所以他才会一直这么做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还是怪我们 伊藤成确实从各种冒领身份中 得到了许多好处 之前大家都以为他背景深厚 所以即便有怨言 也都忍着不敢得罪 但在他彻底倒台后 很多人开始出来 指出他的耍大牌和霸凌 导演在片场说可以假打 结果他临时改成真的扇人耳光 下手那个狠啊 群演的耳朵差一点点 就被他打拢了一只 他养了超级多的狗仔和营销号 只要有男明星跟他抢角色 他就立刻造人家的颜色谣 他还在发布会后台 对新人搞过霸凌 把人家的衣服扔到脏水里面 不让人家上台 在一片暴风声中 伊藤成黯然退圈 他开始酗酒 喝多了在夜店里喊 说他是内娱太子 所有得罪了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却被保安扔了出去 再后来我们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柳如烟跟我结婚了 他从我的手机里 翻出了各种我颗CP失存的图 原来小乖喜欢我戴猫耳朵 小乖还喜欢我被绑起来 小乖喜欢手铐吗 我让人去买 柳如烟只要有空闲都会陪我 他工作的时间里 我就去找周周 我跟周周一起开了一档慢直播 直播我们的生活 综艺的名字是跟笨蛋一起发现春天 播放量很好 也有收入 我们终于成为了 有自己事业的成功男人 网友们总让我们分享有一故事 我想了想说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其实周周没那么笨 他是为了跟我做朋友才变笨的 周周其实有变聪明的机会 当初陈思思给他找了八个夹脚 猛抓他的学习 那一次周周考了全班第二十名 老师把他的座位调到了中间 最后一排只剩下我了 周周怕我孤单 老师回头找我说话 被老师骂 于是下一次考试 周周考了全班第四十二名 对 那个第四十三名是我 你们没有猜错 周周又搬回了最后一排 真的吗 周周说 听他胡说八道 是那次考试真的很难 也许真相已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人爱你 有人懂你 有人怕你孤单 有人愿意在一个全是刺猬的世界里 只对你露出软乎乎的肚皮 祝愿每一个我们 都应该属于自己的春天 全文完